有渔民16号出海捕鱼 在靠近高雄柴山外海 赫然发现远方突然出现了五条水龙卷 高雄外海乌云密布一道道黑色汹窝 从天际往下窜达海面上形成水龙卷 一口气出现了五条场面惊人 出海捕鱼的渔民目击到这一幕 差点没吓坏 那边有一个雷雨区 然后就刚好有看到五只水龙卷 很酷啊 这位姑姓渔民15号早上从安平渔港出发 航行一个多小时之后 来到这个高雄柴山外海 经见水龙卷就在目视范围内 巨大压迫感袭来 不敢再往前方靠近 就是不要经过 不要太靠近它 当初渔民就是在这个高雄柴山外海 看见了水龙卷 虽然现在望过去是一片风平浪静 不过近期高雄下午开始 大气非常不稳定 加上热对流发展旺盛 都让这个水龙卷的生成几率 变得非常的高 其实柴山外海水龙卷现身的几率不低 常年在这摆摊的店家 其实就见过几次 水龙卷袭来当下 可以感受到风压明显不同 这次一口气误及到五条的渔民 还好距离不算太近 否则被风势牵引 卷进里头 事情就大条了 由于高雄地区最近几天天气不稳定 午后对流旺盛 五条水龙卷的奇景现身 也在约末三十分钟左右就消失无踪 记者回复直立国高雄报道